大家好,尹吉台台掌 各位知道在武漢訓練之下 列車的班次也少了很多 到底正常情況下 列車追問可以去到多久的班次呢? 有什麼因素會影響班次呢? 訊號是如何加渠班次呢?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增加載客量呢? 在學術上的概念 講解這個節路的訊號和班次的知識 另外今集會有很多英文詞語 就被我簡易翻譯中文的 所以可能有些翻譯奇怪或者錯 不好意思,可以留言分享正確應該怎樣翻譯好 在介紹這個列車的班距計算之前 可以先講一下安全系數 安全系數就是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班次問題 很合理,系數越高就越安全 但同時間最密的班次數字 會因為系數而升,就會下降 運載率也會變低 系數就由A至E排列 A就是最安全 E就是沒有停車感 就是無限列車的概念 所以實際呢,只有A至C是有用的 A就是最安全也就是最舒服 A就是當前面的車 可能出了事故 例如撞了隧道 即刻停車的時候 後面的車都可以用正常速度去停車 B的標準呢 就是當前面的車急煞車的時候 後面的車是可以用正常速度去停車的 最後就是C和D 通常 鐵路系統都要用A和B C就是前面的車 可能是撞碎度 後面的車是用急煞車來停車的 而D的感覺上 理論上的標準就不提了 在某些情況下 C其實是高級比B的 不過就不一定 詳細資料可以看這幅圖 遊戲座可以暫停地看 要詳細解釋可以看下面的註一 接著就是列車的最低班距如何計算 鐵路的最低班距分兩條式 分別就是最低行車班距和停車班距 即是Way Headways和Station Headways 這個選擇是用同步表來表示 需要的話可以暫停去慢慢看 行車的班距就是列車行時最低班距 車窄的班距就是駕車去到車站 去到離開的站中間這段時間 最低的時間班距 也就是月台可以承受最密的班距 通常車窄的班距都會比行車的班距大 而最終的班距就會 拿這兩個數字中比較大的數字 根據這兩條式 我們可以看看有什麼會影響到班距 當然這兩條式來看 我們看最重點的項目 所以那些什麼反應時間 安全係數我還要跳過 第一個就是列車的總長度 即是列車越長 班距就會越長 所以冬鐵由12卡轉9卡 其實有可能令到班距減低 不過我的差距其實只有幾秒而已 第二個就是正常的行車速度 速度越高 就可能令到班距有可能升有可能跌 這個速度可以看到同時 對班距有正比和反比的影響 幾個機具有測試 在高速的時候 行車速度越快 班距就會越高 第三個就是加減速 列車加速或減速速度越快 班距可以減低 不過這個數字太高也有不好的 就是車上的乘客可能會因為這樣 就很容易站不穩了 即是經常都看電影 如果那些急煞車 車上的人全部 個個一次過 覆倒在 車上的人就會站不穩掉在地上 所以這項其實也不是改造的 最一項就是停站的時間 其實也有一條式計算的 就像同一章一樣 大概就是開關門的時間 乘客量和上下機的時間加起來 這條式計算一個車門的時間 所以鐵路就會拿到 所有門內用最長的時間上落 所以 把門的數量加多一點 就可以分散每個車門有的乘客量 就可以減低這個時間 所以那時候 結果日本有些鐵路 在繁忙時間就有五對門 非繁忙時間用三對門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可以減低停站時間 另一個原因就是 可以把 剪掉兩對門的原始座位 空間叫站位 就可以再多些人 這就是減低班次的主要因素 但其實港鐵是會用最低的班渠 做的一向 那又是為什麼呢 與其說港鐵會用最頻密的班次 其實全世界已經不會有鐵路 會用到最低的班次 因為營運入面 其實很容易發生延誤 導致停站時間長了 例如 車門關閉時又有人衝閘 車門要重新開 或者乘客上落的時候 不是先來後上 可能令到人流會很大的衝突 就會令到上落車的時間變長 最後就是停站時間變長 如果列車用最低的班距 當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下班車全線所有列車 都要一起等那班有延遲的列車開出 如果經常搭東鐵 乘客都很容易聽到的了 由於前方的列車開出 那班車將稍微延遲開 通常因為延遲之後的班次 比現在的班次更大 如果要避免每條條鐵路線都弄一些事情 通常鐵路都不會用最密的班次 那關於班次的問題 其實信號問題都可以影響班次 不如說 信號系統是會令到鐵路 不能用最密的班次 是要減低班次的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介紹兩款不同 信號系統的概念 因為廣鐵為何要換系統呢 就是跟換系統 當然下面的概念都蠻複雜的 蠻高級的 所以我就會儘量 試一下簡化 可能除了一些概念 就會令到你方便明白一點 而現在大部份的鐵路系統 都在用這個自動閉塞 或者翼做固定區間的信號系統 也很難 所以我用英文叫做Block Signal 而意思就是 將鐵路分開一塊塊 即是一段段去處理 一個系統每一段的距離 根據它的速度 利用上如果速度一樣 它的距離都是一樣的 不過它不同的鐵路 可能有不同的距離 多一段鐵路 有隔離列車 那段路軌就是紅燈 那段亦上一段就是黃燈 不同的系統的燈 很多可能會有不同的 有些可能兩個都是紅燈 或者有些後面有兩盞黃燈 亦都可能沒有黃燈 只有紅色、綠色而已 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當列車後下一段是紅燈的時候 就停車了 就是它在等著信號才可以繼續去 黃燈就是提醒 下一段或者下下一段就是紅燈 那可能要先減速了 現在就唯有加密班次 減低區間入面的可行空間 所以就引入了一個新的信號系統 移動區間或者英文叫moving block 就是基於一個通訊圍管的列車控制技術 英文就是簡稱CBTC的一個信號系統 原理就是一個列車的前後距離一段 就不可以有其他車 所以列車間的距離就可以減到最小 CBTC 就可以被列車之間有溝通 可以有知道各位的位置 就不會進入對方的安全空間 這個是比這個固定的區間 浪費少一點空間的 在block signal 隔離車在區間的最前面 還是最後面全部都是紅色的 在中間可能有一大段老軌沒有溶到 那就浪費了 在這個時候 這個moving block 就可以解決到 這個浪費空間的問題了 現在講述也在換這個新信號系統 除了信號系統之後 還有什麼方法加班呢 其實通常研究這些東西 經常都是研究怎樣加載客量 不過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一架車 超高載客率的 可能是有幾萬個人的 不過一個中一班 也不會有特別多人搭 不過大家都說一下 不加班达 加載客量的方法 很簡單 就是加列車的車價值 可能12卡 至15卡 比起這造成一班次影響 載客量升的比例一定會比較多 還有一些自然的方法 就是把現在空間 每個空間站好的人數 是4個 加到6個 數字上效率就要變高 實際上是沒有變的 另外就是上面提過 減少一些座位 加一些站起空間 所以全卡就沒有座位 回到加班的方法 效果是加班 第一個方法最有效果 就是加建月台 所以上面的架式有兩個最低的班距 車站通常比行車班距高幾倍 所以與其說加條路軌 其實加月台會有效些 就可以令車站列車處理的速度加倍 不過你要擔心的問題就是 空間可能不夠 和全線所有的車站都加月台 還可能要雙向一起加月台 不可以加邊 另外還有其他例如乘客上下車 要快一點就不要停 或者開關門快一點都可以做參考的 好 之前去深圳地鐵 車門搞了10秒才能開門 好不容易就搞到班距會減低 還有其他更加賤的方法 例如把安全標準降低 由A就減到B 甚至減到C 犧牲的就是舒適度 在緊急事故時有什麼安全性 即是煞車環急一點 如果問題 踩中了別人的紅線 怎麼辦呢 只要把紅線一退再退就可以了 不是順流的開河 港鐵都試過 在沉降標準發生問題的時候 將沉降標準降低 就可以繼續動工 今天就介紹了這個折路最低班距的計算方法 還有其中兩個主要的順路系統 提多一次 這條片的中文翻譯未必是最準的 甚至不一定是正確的中文名字 如果你是專業的用 建議用我的英文翻譯會比較準確 中文就簡單和你翻譯 首先各位知道 翻譯就不是直接把中文 放入Google Translate 就當英文的 英文字幕的每一句 都是我慢慢逐個逐個 跟著中文意思翻譯回來的 如果一天抵不住 我有可能是寫了英文 再直接用Google Translate 轉回中文呢 嗯 那你就看不明白了 上單題本身 這集是想著做的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最後就希望港鐵快點加班 由於價格車輛再滿 那就很容易傳染病毒的啦 那喜歡這集可以按個讚啦 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